我们是今年二月份建国以后 到现在 这个时间实际上不长 但是不长的时间内 这个世界可又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而且有些事情是重大事件 是一些重大变化 你在今年联合国大会呼吁 各国弥合分歧 共同行动 我十分赞同 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 同舟共计 共和时间 特别是大国应该以身作则 发挥带头作用 不应该制造分裂 甚至对抗 趁火打劫 我们要多为这个世界 注入信心和力量 谢谢你非常感谢 总统让我再次 谢谢我 接下来 再次我认详 你可赞 在正设计 作为总统的总统的总统共产党的国际 我们非常关注于专门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